所以在追求技術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就要开始想 不是只有技术而已 不过你不用想这么多 一般会看我的视频的技术都还不太好 真的好的人家不会看我的视频 他会觉得写的比我差,干嘛看 看我的当然不能是想要再往前走 想试试看 我是刚学的,没有老师的 很多人能力比我好,干嘛看我写 没有必要 我写的很好,看我写 他会不会做我这件事呢?基本上是不会啦 很多人是爱惜羽毛的,不太会做这种蠢事给人家看 写字给人家看 放在影片上 前面有讲过 要冒着风险 键盘的一些巨人会开始攻击你 这是最最多的 除了你走了,就像起工 起工都走了啊 走了一阵子啦 好几年了,很多年了 十几年了 起工的视频 下面还是有人留言在骂他 觉得他写的不好 他已经走了,其实他没有感觉到 其他人要写的话 我告诉你,你不想知道都不行 现在资讯那么发达 你丢上去即使你不知道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学生也会跟你讲 老师老师我给你讲 你被人家骂人家骂你怎么样 气得要死,可是你也没办法 键盘放键盘掌在他手上 你又不能怎么样 现在的社会 说实在也是一种很特别的社会 以前完全没有这种机制 以前骂人的 可能还要到现场去骂 现在不用了 现在在远端指挥了我的键盘 化身为正义超人 到处的骂人 而且还不用负责任才惨 哇,这个欲跟刚才写的欲就不一样 修法家的宿命 反正就是粗粗细细啊 真的不会变你就记得 绝招就是粗跟细 粗细大小变一下 这样你等下就不会觉得你重复 你看这个字就写的瘦瘦的 那就跟刚才那个重重的不太一样 像结构体一样 长的是同一个字 你不用故意把它写歪 原则上就是粗细细 大大小小 如果第三次的话 就是换个地方粗细 字笔画那么多 换一笔粗 你看谁要粗 中间要重一点 要轻一点 随便你买 买一个笔画 变一变就好了 只变起好不好看而已 所以说人家笔画越多越好变就这样 笔画越多 它的选择性越高 你就可以 选这一边或选那一边 选这个笔画或下一个笔画 笔画少了 就是要从外形上去变 稍微伸长缩短缩短伸长 可是又不能失去平衡 所以笔画多了还是比较好变 人家都 人多就好摸鱼啊 水清无语人多好摸鱼 我写小凯我都一直觉得大概只有到六成像 写大概七成八成甚至九成 小凯大家都写不到八成 主要原因是 真的小凯真的是要练 因为他太细致 这个适而有耐心的喔 诶 诶 这次蓝亭 蓝亭展里面有小凯吗 没有仔细看 试试看一下 有没有在写小凯 小凯真的要花时间 写老半天比赛 如果像大型比赛 说不定人家会觉得 嗯 这小凯写老半天 写这么一点点 基本上小凯感觉是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写 我参加比赛我当评审 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 哇好可怜啊 写这么大一篇 隔壁那个 挖挖挖挖挖 两三个字就 不是两三个字啦 十几个字 二十几个字就写完了 你这个写小凯写得要死 而且他不能写错 有时候整篇都是小凯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蛮佩服他的毅力 你都不会写错 我都不好意思讲 他评审自己都容易写错了 太多字了 真是苦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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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